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的 感觉今天这次影片留言区又要打架了 说要你们友善讨论大概也不会太友善了 我就懒得叠假了 很多话在去年崩田影片的时候已经讲过一轮了 那套论述放到现在依旧适用 认不认同也无所谓 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 如果只是想来闹的 那建议你左转去找可以陪你闹的频道 就开始讲本次的主角绝屈灵 首先我经常看到有不少玩家很纠结 讨论什么才是动作游戏 或者说是友善讨论什么才是动作游戏的正统 我看的是挺黑人问号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所谓的动作游戏是一个超大集合的游戏标签 并非单只特定的类型 所以开头我就不专意的来聊聊 动作游戏 顺带一提啊 如果你不想看的话请上用时间转转跳 不要在那边留言XX说什么讲你不想看的东西 然后你也不要再跳过以后 我讲什么你又要来扯 那我只能说你太对了 首先依照危机以及几篇学术文上给的定义 动作游戏是结合体能挑战的游戏类型 核心为挑战玩家的操作 身体协调以及反应力 所以不光像是格斗游戏 也包含像是射击 节奏 轻版 运动 赛车 平台 MOBA等 游戏中有很多常见的元素设计 像是血量 时间限制 机关障碍 积分等 用来增加对玩家的挑战 但随着玩法结合与产品的扩张 并发出越来越多的花样 甚至有些拓展属于自己的标签 像是射击 运动 赛车 他们都会以更明确的分类标签来表示 而动作游戏的起源 其实是出自于 街机游戏 就类似现在万年的汤姆球 曾经有段时间 还被日本厂商占领了全球市场 像知名的SEGA TITO等 不过早期的街机游戏 都还是些很简单的不插电 或者机械类机台 像是弹出台 拽车游戏 拳击游戏 光线枪游戏 角植机 算命机 问答游戏等 你可以想象成 就是现在小孩子玩去的放大版 不过这些 却是当时大人们的休闲娱乐 而当时亚达利的前身 CCG Engineering 参考1962年 在当时电脑上的射击游戏 太空战争 于1971年发行了第一款 投币式商业街机 电脑太空战 以及另一款银河游戏 再到隔年正式以亚达利之名推出的Pong 成为了第一款大卖的商业街机 从此正式宣告了新的电脂游戏时代来临 以及打开后来的街机跟主机市场 不过这时候亚达利应该没有想到 他们会在10年后的1983年 间接引发了一场 电脂游戏市场的大崩溃 不过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回到街机的时间线 后来TITLE于1978年发行的太空侵略者 是第一款固定移动的射击游戏 其射击概念也被后来其他厂商学习效仿 像是隔年南梦宫推出的小蜜蜂 如果考虑通膨计算的话 太空侵略者是目前电脂游戏史上 累积最高的产品 也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产品之一 而这款产品也致使了打响 街机进入黄金时代的第一枪 而时间来到1980年初 日本厂商以动漫元素 创造了角色游戏的概念 于是街机开始拓展出更多的玩法类型 像是南梦宫 于1980年推出的吃豆人 也成了迷宫追逐玩法的前辈 环球娱乐于1980年发行的Space Panic 这款虽然应该是第一款平台游戏 但后来人普遍认为 1981年任天堂的大金刚 才是真正将平台游戏 推广到大众视野的工程 后来很多游戏玩法也都是参考这款 不过这个游戏的诞生 也完全是个意外 1980年当时任天堂的美国分公司 参考了小蜜蜂跟太空侵略者 针对当地市场推出了一款雷达范围 结果反响不佳 导致一堆机台烂在仓库里面 让公司顿时陷入债务危机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传奇的男人出现的 龚本茂 他应该也没想到 第一次担任游戏设计师 就是接览摊治 然后在隔年推出了大金刚 起初这游戏送到美国的时候还被看不起 因为当时的热门主流玩法是射击迷宫类 没想到市营运期间直接被玩爆 结果不值清空的库存 还被追加了大量订单 一度成为当时收入最高的阶级游戏 记得1984年 Technos开发的空手道冠军 开创了DV1格斗游戏的概念 后来Iron改编1984年香港武打电影快餐车 并且受到李小龙主演的死亡游戏启发 于同年推出了成龙踢馆 这款被认为是第一款轻版动作游戏 或者你也可以叫它干架游戏 这类玩法最大特点就是EB多 然后以近战肉搏格斗为主 一关一关的推进并结合了卷轴移动模式 也影响后来很多厂商的开发 像是1989年的忍者龟 这个绝对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了 而后来成龙踢馆的开发者 西山龙智加入了卡普工 参与开发了1987年街机上的经典IP快打旋风 这款虽然是采用EB的格斗游戏玩法 不过当时还没有加入玩家PVP的模式 是直到1991年的快打旋风2才加入 以及完善了更多技能操作上的设计 该游戏也是至今格斗游戏品类累积收入最高的一款 这IP也成为未来卡普空的精致招牌 不过快打旋风本来的续作应该是1989年的快打旋风89 参考是1988年Technos推出的双杰龙2复仇 也是手干架轻版玩法 就被其他代理厂商说完全不像前作 所以后来改名成街头快打 但其实这款依旧在市场拿下了不错的成绩 而当时公本帽参与了成龙踢馆移植红白机的工作 并结合在过去其他游戏上的开发经验 于1985年红白机上推出了一款平台游戏 也堪称史上最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IP游戏 超级玛丽欧兄弟 直到现在已经推出N款的衍生作品 全系列的累计销量是世界第一 其中光超级玛丽欧兄弟这款就占了快一半 而在开发这款游戏的同时 另一款玩家操作跟标题无关的游戏也正在进行中 它也是被载入游戏史上的巨作之一 于1986年推出的赛尔达传说 这款在游戏史上的定位不用多说 最佳最好最伟大最具影响力 各种赞美词跟荣誉根本写不完 也成为后来很多很多很多游戏的基础 倘若以现代游戏分类法 这款是属于动作冒险游戏 是的 是动作冒险 不是动作冒险RPG 虽然它们常常会被混淆在一起 公本冒险曾在1992年的访谈中提到 它认为这款并不属于当时主流RPG的定义跟玩法 而是即时冒险类型 虽然在制作上也引用了不少RPG的要素 但还是有所区别的 而动作冒险上知名的 还有像是1996年的古墓奇兵 2005年的战神 其中 1979年由亚达利推出的《梦幻力险》 被认为是最早的动作冒险游戏 这款曾在电影《易级玩家》中出现过 并且讲述游戏中存在了开发者设计的彩蛋 我后来有查资料才发现 这边的剧情有一个漏洞 目前已知第一个在游戏中有彩蛋的 其实是1973年发行的《月球登录者》 那其实这类游戏最早也是源自早期的冒险游戏的结合 放入了冒险游戏中常见的推理解谜探索要素 比起纯粹反应力又考验逻辑思考能力 但其实随时代的演进 它跟动作游戏的界定已经越来越模糊了 往往的差别只在于 动作或者冒险要素谁更多一点 再来就是砍杀游戏 原本指的是像1985年Title开发的《影之传说》 强调以刀剑攻击为主的玩法 还有像是1999年的《绕恩勇士》 《千年帝国之鹰编》《丧尸花之章》 哇这名字真长 这款也是早期就引入QTE的游戏之一 直到现在非常多的游戏也会引用这样的机制 但最早QTE的设计是用在剧情流程的触发 像成功跟失败会有不同的走向 或者与场景互动用来增加紧张感 但这样也有招来不少的批评 因为某些游戏因为过度的利用或者利用不当 反而影响玩家的游玩体验 甚至拉高负反馈 但随着现在开发经验的累积 厂商也找到一些平衡的办法 像是加入更丰富的失败画面 还有不少的以此为乐 或者不直接进入失败环节 要你浪费时间重打 后来这样的互动机制 也被用在触发动作或者技能上 这类砍杀类还有个经典 就是2001年卡普空的《鬼舞者》 是由台湾知名艺人 金城武为样版的游戏 并且在开发期间 出现了现在游戏也常会碰到的bug 就是没起好判定导致角色乱飞 但也成为某款游戏的灵感来源 不过这个类型后来已经演变成 角色的动作游戏 除了传统的砍杀类以外 更注重华丽的技能年招以及视觉效果 最典型的就是2001年卡普空推出的《恶魔猎人》 以及2009年白金公硕士开发的《魔兵惊天路》 其中恶魔猎人也成为往后 华丽战斗风格为主的代表 而这款游戏诞生的灵感 就是出自于鬼舞者中的bug 所以有些人也常说 游戏就是源自于生活 另外还有像是《真山国无双》 它除了一代以外 后面都是结合干架的砍杀玩法的大集合 但我们大多都是用无双割草来代称这类游戏 还有一种叫做《银河战士恶魔城》 是基于1986年KONAMI的恶魔城 以及《任天堂银河战士》 这两款游戏的合成词 由于这词综合了平台动作冒险RPG的集合 有人觉得太过于宽泛 所以会改以平台冒险 或者动作探险来称呼这类游戏 再来就是ARPG 角色扮演动作游戏了 不同于仅靠反应操作为主的动作游戏 还加入了RPG玩法中的数值系统 以现在游戏分类法 当时有三款都可以呈住该游戏的先驱者 也都是在1984年的日本诞生 按时间顺后顺序的话 分别为南梦宫在街际上发行的迷宫塔 制作人表示 但是这款的开发也是受到万物起源的《荣与地下城》启发 接着是Failcom在PC上发行的《屠龙剑》 然后是T&E Soft 参考德鲁加之塔以及黑马脑发行的《幻梦仙境》 这款也是早期所谓开放世界的游戏之一 然后再到后来衍生出以难度挑战更高的类型 像是FromSoftware于2019年发行的《恶魔灵魂》 有媒体为其评价 一款脱过不断失败来学习如何玩的游戏 虽然你会突然死亡 但你继续玩下去 就会发现其中有多深奥 不过也有人觉得这款游戏难度太高 并不适合大众 这款的玩法设计也成为后来《魂类游戏》的开端 并且伴随市场的接受度变高 也诞生了越来越多相似题材的游戏 而他们家的另一款游戏《资狼》《暗影双十》 虽然有人也会把它归类到《魂类》 不过它的玩法分类并不是ARPG 而是动作冒险 其他还有像是归类成动作游戏的 像是潜行游戏 起源于1979年《Sharp Lifting Boy》 SEGA在1981年 还有在街街上推出一款 应该是致敬007的005 也是属于潜行类玩法 不过现代人可能对001比较熟 然后1987年 当时还任职于Konami的小岛秀夫 开发的《潜龙蝶影》 更加把这类潜行游戏发扬光大 另外还有像节奏游戏 1996年《七英社》开发的《洞感小子》 被认为是这类节奏游戏的起源 并且奠定了后来的玩法设计 后来Konami在1997年 推出了模仿DJ打节奏的街机、狂热节拍 以及1998年推出的《劲爆热舞》 也就是俗称的跳舞机 都曾在世界各地掀起一波热潮 我当时也玩过PS版的《劲爆热舞》 不过当时只买了一个垫子 所以每次都要排队轮游玩 后来2000年他们还有推出一款首饰跳舞机 ParaPara Paradise ParaPara在当时真的非常的红 几乎各大节目都会表演 然后我想一下这个舞蹈其实也挺魔性的 所以去抖音上搜寻了一下 果然流行真的是个圈啊 再来就是多人线上竞技游戏《魔法》 同时融合了多人及时战略、动作、RPG要素的玩法 而且认为1989年 Techno Soft开发的离子战机是这类玩法的鼻祖 它也影响后来几款作品的诞生 像是暴雪1990年推出的《魔兽争霸》 以及1998年的《星海争霸》 再到后来有人透过《星海争霸》中的地图编辑器 创造出了能控制英雄作战的地图 然后2002年《魔兽争霸3》推出后 又再次推出了改版的地图《DOTA》 以后来改编的版本《DOTA All Star》 从此奠定了玩家扮演英雄对抗的玩法 后来也成为了奠定项目之一 再到后来就是大家知道的 2009年拳头游戏发行了《英雄联盟》 以及腾讯在中国及全世界发行了那款最赚钱的游戏 《王者荣耀》 以上又是这次动作游戏的介绍了 这边顺便讲一下游戏中用到的设定 上本次游戏中用到的招架《Pairing》 这次依照不同的国家、游戏、竞技运动中 会有些许不同的解释 像是格挡也是属于类似词 但一般游戏中的格挡是指纯粹的防守姿态 只是用来阻挡对方的进攻 招架则是有先手后攻的意思 除了阻挡敌方进攻以外 还会让对方处于弱势或者露出破绽 以便接着反击 古边认为招架这个概念被引进游戏中 自出自SNK1994年《试魂》的续作 《真试魂》霸王玩地狱变 当时是称作JUST DEFEND 不过后来虽然版本迭代也有不同的叫法 后来1997年快打旋风3也加入了类似的设计 并且于1999年推出了改版 2004年EVO格格大赛 美元大物与甲石丁对战的名场面 就是使用这个版本 然后有时候我们在游戏中也会用弹刀来代称 这讲法最早应该是出自卡普空的魔物猎人 如果武器不够锋利就会被弹开 然后后面就开始被延伸运用了 其他还有类似词像是反击 但这个承用法比较宽泛 可能是被打后还手、防御后攻击、后起手的抢攻等 主要还是要看具体的表现方式 那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其实一路看下就知道 动作游戏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类型 很多玩法也是从过去沿用至今 一路走来有轻度有重度 有休闲有硬核 然后随着输入与反馈的开发过程中 透过画面、相机、交互、定格动画、特效、音乐、设备等 形成所谓的GameJuice 我之前讲回合这也提过 厂商会透过市场与用户反馈 做出他们想迎合受众的产品 所以只在于你更喜欢拿种类型 也不可能有一款产品能满足所有人 如果真能做出来 那还不躺着赚钱 就其实是一个再也简单不够的道理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时候中国B站或者自媒体 突然一群自诩游戏从业者 自身玩家、XX专家等 所谓深入视角分析 哥哥讲的煞有骑士 我看了就觉得很魔幻 就好像运动 你可以去游泳 可以去跑步 选喜欢或者适合自己的就好 但有人就想定义什么是天下第一 那奥运会为什么要分类型 直接关在一起PK绝多就好啦 也不存在所谓按键多才是有操作 反之就是没操作的谬论 那超级玛利欧兄弟 只有移动跟跳 有人在拼速通 有人第一关就被相互咬死了 如果你觉得这是没操作没难度 不如去通个世界第一来看看 或者你这么喜欢按技能 我建议去玩M&O 满萤幕都是技能 按的可快乐了 不要给我通用聚集 或者说没有空战不算动作游戏 等等 开地图泡泡要不要注意一下 我听说抹黑神话快上线了 同样的话到时候再说一声看看 小心被民意正确霸凌啊 而且如果是要比反应操作 那英游玩家也有话要说啦 你表演一手最高难度 然后全连段如何 那因为有格斗游戏玩的比较少 至于跟我很常提到的流星蝴蝶剑好了 设计逻辑是差不多的 它的连招操作必须靠普攻 加方向剑的组合来搭配 而不是12345几个按键就能打出来的 如果你不会连招的话 就会被对方玩死 或者像早期的龙之骨 它有N格技能 技能多到要翻页 也必须随时根据反应来连招 那就先不说这样的操作 对于大多数玩家是否真的接受得了 还要把它放到手机上 而且如果真的复杂的操作才是真理 不妨猜猜看为什么快打旋风6 要引入简化操作的现代模式 不应该是顺应某些人认为的市场需求 去开放更硬核难度更高的玩法吗 肯定大卖的吧 如果单纯只想透过硬核加高操作 以此彰显优越或者成就感的话 那我没话说 那你应该是去当主播或者打比赛 让世界看到 而不是躲在萤幕后面当键盘动作高手 或者应该选择正版授权的恶魔猎人手游 有超纯正的血脉加持 不应该才是首选吗 虽然我会调侃在这些换皮韭菜游戏 但我也知道这些游戏在台湾很盛行 客观数据摆在那 也是目前市场选择的结果 就算产品已经是N年前的品质 也不妨碍它是很多人的摯爱 或者退一万步来讲 中国手游产业都发展几年了 遍地都是好游戏吧 结果排行榜热门大多是什么游戏类型 不都还是以传奇滚服换皮种客类占大多数吗 甚至被做成各种小游戏 然后这些游戏还各种外销海外 那我也建议厂商 数数根据那些人建议开发游戏吧 肯定能做出真正的宇宙神游 不要几年后依旧还在那边纸上谈兵 好那睡着的同学可以起床了 我们正式进入游戏环节 首先我个人是什么推荐用手把玩的 做了很多振动方面的调整跟小细节 以及手机萤幕操作目前有个劣势 就是无法切上一位角色 这没有我还是要抱怨一下 我本来开服当天8点多就登录了 结果我玩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登出我账号了 结果只好重玩 居居零 游戏类型为ARPG 这前面都看过一轮介绍了 应该是不会怀疑吧 还有开发上次米哈游 公式简介之前已经有聊过 这是稍微聊聊开发团队吧 他们很多成员其实都是从B站上挖来的 像这次的游戏制作人李振宇 就是专门做Made创作的 还有像是图图丸 据说是中国做鬼畜影片的鼻祖 根据资料显示 制作人李振宇 应该是在2015年之后加入了米哈游 参与了当时崩坏3的开发团队 不得做一些CG动画的工作 但后来他觉得这款 跟他理想中的游戏方向有些不同 于是到2020年组了一个12人小队 做了一个试玩demo被公司看中 后面才有了更多的资金跟人员继续开发下去 并且直到2022年发布了第一个游戏PV 团队后来才慢慢增加到现在400多人 几个采访资料也有提到过 开玩过的动作游戏也很多 并且还是快打旋风的制作玩家 但最终的开发方向 并不是开发硬核或者门槛高的游戏 而是犯使用者也能轻松上手的动作游戏 而当时卡普空开发快打旋风6的时候 也是想以更简单的操作基础来设计 让新手好入门 然后随着深度的体验 让他们愿意继续玩下去 并且学习更多的操作 我相信各位一定都有类似的感受啦 例如你要推某款游戏给朋友 但他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抗拒 或者玩了以后不喜欢 其实就是因为无法感受到其中的乐趣 尤其现在娱乐种类越来越多元 玩家为什么要只吊死在一款游戏上 那接着我们来讲讲游戏的世界观 在这个世界受到位置超自然灾害空洞的侵袭 其中规模巨大的零号空洞 毁灭了当时的爱丽都 有人选择继续留下来生活 而另一群人便在旁边建立了新爱丽都 也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文明城市 爱丽都的名字来源 是借一件真实存在的四大古文明之一的 美索布达米亚的城市 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 而在苏美神话中 它还有与大洪水相关的传说 也呼应了游戏的世界观 那空洞在游戏中它是以球体来展现 并且可能会连环爆又发出其他小型的空洞 空洞除了吞食周围一切以外 内部充斥着以太能量 不只会对非生物造成影响 像是生物或者是高智慧设备 如果受到长期侵蚀后 就会变成怪物以孩 目前暂定以孩 他们是无法离开空洞 但不排除有某种方法能让他们离开 而被空洞吞食的地方 会变成杂叙无逻辑的迷宫 内部的空间跟方向都会发生错乱 也可能会连接到不同的空洞 所以其实是有可能穿越时间的 而若是一般人掉入其中的话 就很难脱逃了 于是智慧型设备帮布就这么诞生了 它最初的设计 就是用来给新爱丽都的居民 预防规避空洞灾害的 而后来随着功能越来越多元 被应用到更多的场合 甚至也可以跟调查员一起进入空洞 他们会在帮布上安装萝卜 萝卜就是一个时效性空洞地图 可以通过计算数据 绘制出空洞的出入口路径 有利于内部的探索跟脱逃 讲白话就是Google Map的离线地图啦 然后一段时间你必须要更新 也可以安装到其他设备上 虽然空洞本身是具有危害的 但后来建成后也掌握了控制空洞的技术 并且官方组织会随时监控着 那这边也不能猜想 或许也可以透过人为方式去主动诱发 来达成某项目的 而空洞中产生的以太资源 可作为能源利用 具有极高的价值 因此也诞生了相关产业 像是你只要通过以太试信的检测 就可以认知像是挖掘 调查员 自然观 代理人等工作 而除了官方企业能进出空洞外 也有很多游走灰色地带的非官方组织 例如盗洞克或者神将 盗洞克组成就比较复杂 有类似于佣兵组织只是收钱办事的 也有暴力集团流氓地痞 或其他基于空洞内资源的意识利 而像玉山家的角兔屋 他们就是属于盗洞克 而神将就是负责带人脱离空洞的职业 而玩家扮演的就是传奇神将法二童 而他们有别于其他神将的厉害之处就在于 可以透过HDD系统 将港官同步到帮部上 更有效的远端控制 做出即时反应 而有些人包含官方人员 会出面接取任务了 而我们的故事也从新爱丽都正式展开 剧情的开童从一则新闻展开 也是个非常经典的影子了 并且呼应了登录画面的电视机 新闻中播报了 14分阶突发了空洞的灾害 与此同时 警方正在追捕犯罪集团赤牙帮 而恰好角兔屋也受委托要去赤牙帮那边 夺回被盗的保险箱 于是三队人马撞到一块 并且经历了一场混战 而角兔屋成员一度受困空洞中 虽然透过神匠平安脱险 但保险箱却被遗留在空洞之中 后来再次透过神匠回到空洞 却因为一场意外丢失了能离开的数据 而在那场意外的剧情中 我们可以得知 保险箱中存放了可以自由进出空洞的特殊资料 于是为了脱离空洞 主角透过帮布读取了资料 因此陷入短暂的昏迷 并且唤醒了四大超强AI之一的Fairy 正是开启了这世界秘密的大门 目前除了Fairy以外的AI 在官方世界观的批评中都有提到 各自擅长的功能也不同 但他们是有目的的被放着等唤醒 也一定跟对世界的背后秘密行情相关 其实算看我讲这么多 这次的剧情已经算是最不名语的一次了 后面有几款陆服还没上游戏 真的还是一个比一个名语 按照陆服现在这个游戏风气 不知道他们公社的秘密会如何啊 虽然名字虽然也不少 但理解成本也没有那么高了 只要你不是跳过应该都很好理解 也没有搞什么意识流 或者毒色钉的方式让你硬吃 这次也有剧情重播的功能 对于如果你跳过剧情后 想要回头补坑的话会方便不少 或者也可以去看不同选项的结果 游戏开头这个非常古早的电视机 我小时候家里也有一台 印象当时是拿来打红白机 当时玩的是快打旋风的某一代 但我再查这条才发现 这应该不知道是谁做的盗版 然后那时候我只是个小屁孩 只会让按 偶尔如果晒出高率 看你就可以高兴半天 小孩子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啊 然后下面这台录影机 也是童年回忆了 当时一定会标配一个 跑车外形的倒带机 以前看影片跳转时间 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点一下就好 当时只能靠根本不快的快转功能去跳时间 想重看的话也必须将录影带倒转 当时真的是个电视儿童 看了很多经典卡通 像叮当猫啊 小叮当 风之谷 萤火虫之木 迪士尼系列 真的是陪伴我同年大半岁月 因为这个播放器可以用来拷贝节目 我还不小心把原本上面的卡通给盖掉了 台湾在当时也有个最知名的连锁店 叫百事达 这现在小朋友应该都没见过了 如果你要看片的话都要去那边租 不像现在都直接上网找串流平台了 真的是时代的眼泪啊 而游戏中主角的设定 就是经营录影带出租店 所以游戏设计上塞了不少电影跟动漫梗 像是头号玩家 玩命光头 殭尸狂潮 柯南 大白沙等 还有过场这个致敬鬼店的桥段 或者像安东 也一定会让人联想到那个经典动漫 天眼突破 然后有些他们致敬的元素是真的太古老了 很多我真的是连听都没听过 这次的剧情演出同时是以3D人物、有生漫画、戏剧动画三种模式来穿插 特别是这个有生漫画 它不像别人有现成的可以直接套 做了其实也没比较省成本 真的是挺吃力不讨好的 前期开头虽然是以激烈的追途开场 但整体的观感还是比较平淡的 只能说是在求稳不求犯错中前进了 虽然剧情后面也是挺呛的 还有很多中俄热习的经典桥段 然后飞瑞也会说一些搞笑的段子 但团队在剧情流程上的安排 真的还是需要多向前辈学习了也包含像是BGM的运用 还有剧情配音上也会出现配音情绪很激烈 但人物的表情跟肢体却很冷静的状况 但CG的动画演出又马上回归到水盾之上 就看起来会挺违和的 希望未来是可以改善吧 人物美术方面 把他们过去的3D产品一致排开 可以明显的看出这是在渲染调色上 并没有过去这么鲜艳亮丽 所以又单纯是一个喜好问题 游戏的选担是采用那种格斗游戏的选角模式 因为他没有采用同样身材的那种通模 所以每个角色之间的风格的话其实非常的明显 每个人物一刀选单会有不同的进位跟动作 你真相过去在逆向会额外出现一个不同的动作 像我本来对罗莉幼女的体型是没有太大兴趣的 但看到这个派派...嗯... FBI OPEN UP! 不过这额外动作有些角色却没有做 但似乎也跟角色的阶级无关 感觉是不是被厂商遗忘了 不过这个角色选单方面 我倒是希望他有一个开关键啦 可以把我没有的角色给隐藏 或者可以独立到另外一个角色图件里面 就我常不小心选到的是真的挺烦的 毕竟你是抽卡游戏嘛 也不可能靠COVID-19解锁啊 另外还有个透过课金解锁的异象影化 力会会从类似复片的效果变成黑白 然后再调彩色 图面上也会有些许的变化 也是他们现在游戏上会搞得花招了 UI设计上比起崩帖 除了不能无缝热切外 手把操作上是优化不少 另外手把还有像针对开车跟开门 都做了细微的手把震动 这点其实还挺不错的 后面上的可见功能都做了映射 举例像是崩帖 它右上的选单其实是没有办法直接选的 你必须再开启额外的选单或者用轮盘 不过我觉得它布局跟UI设计上 并不够简洁的直觉 例如像有些图表设计 并不是一眼就能辨识出来的 那你在手机上是可以直接点 键盘可以直接靠快捷无视 在手把上的话就会有点迷 例如像右下角 如果你没有玩过 我给你猜猜看分别代表什么 来 3 2 1 猜对了吗 没有奖励 像我自己觉得这个图标反而会更像传讯息 点进去看它们选单 它们也是用类似的图标来表示 或者这边换成电话或者人 它的识别度是不是会更高 而且它们还用了一个非常不明显的反光 来代表是可以触发的 包含在养成选单也是类似的状况 虽然我不喜欢满萤幕红点点 但这样其实真的很不明显 还有选单其实有些比较反直觉的地方 像我下意识会根据画面摆放的位置 去找手把上的相对位置 但实际上可能是左右相反 有一纸各种按错 当然这些只要花时间就可以适应了 还有地图这块是否可以考虑再丰富一点 像是加入一个区块显示 让玩家可以更直观的知道 不同区域它的地理方位 其他还有一些太细节就不提了 它游戏中的待机选单 它是可以透过好感度来解锁 个别角色的待机画面 除了靠每天主动邀约外 地图也会有随机事件可以触发 完成的条件并不算太麻烦 也希望未来可以解锁不同的造型 像是鲨鱼妹的JK服装 或者针对不同季节的活动的限定版之类的 然后画面可以再干净一点 或者隐藏就好了 左下跟隔壁这个活动banner 真的太碍眼了 场景设计方面 蠻符合现在他们在游戏设计上的基础框架 都会选择一个用户接受度比较高的风格来吸引玩家 除了都是主流的卡通渲染风格外 然后搭配比较成熟的题材 像原神是用中古奇幻 红铁则是科幻喜剧 然后这次则是现代末世 然后以复古未来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我们就会同时看到高科技跟古老的设备穿搭其中 并且他们也融合了多国元素 像是这个日式风格的活动看板 最早它可以追求到江户时代 当时的人们会把看板立体化 而在大阪的盗盾绝就有很多知名打卡景点 像是金融拉面或者谢乐道等 其他还有很多西方元素 像街头的涂鸦 黑胶唱片 霍龟屋等 不过我觉得后面大概还是会出现 中国风特色比较明显的城镇 像唐人街 或者特别中式的角色 暂好今天是可以把游戏的PGM调低 它的环境真的太小声了 很容易被盖住 那跟自家的崩铁也比 它用了很多非通用模型的NPC 每个NPC的精致度也提高不少 同样拿崩铁1.0的地图来对比的话 就会看到有明显的差异了 不过在优化方面就做得比较生硬了 如果你设定将场景模型调成高 它就会根据距离来更换高低模 但那个过度真的有点太明显了 只要你慢慢靠近像垃圾袋 电器箱 扭蛋 书籍 就会明显发现变化 甚至还出现不正常的状况 像这个安全网 它的打光就出现了异常 当然崩铁其实也有类似的优化问题 但它并没有这么明显 再来是NPC的对话 它并不会转向 这点我就觉得挺违和的 假设没有要跟玩家对话 在崩铁他们处理办法是写上旁听 或者说你也可以靠近后 就自动播放一些语音对话 用别的方法来处理 这样体验已经好上不少 然后NPC触发的对话范围也很迷 有时候从背面可以 有时候不行 不然就是可以穿墙对话 再来这次地图上没有大量开表箱解霉机关 玩家顶多在那边剪硬币 然后对话跟任务的填充并不够多 也不像崩铁有些高密度网梗的部分 然后它的战斗模式本来就是跟地图结合 可以掩盖些许的不足 所以现阶段表现会让人觉得不够丰富 虽然这也是很多游戏上都有的通病 但在长线游戏上会更容易被无限放大 游戏中很多场景可能还没有做完 暂时都不能进去参观 还有街头艺人摆烂不表演 走路的深夜缺乏细节的变化 官方竟然是说想打造氛围感更强的场景 很多除了场景建模上的细节都需要再强化 或者考虑在广场加入鸽子 加入随机的天气系统 像当时P5S的下雨场景就让我非常有印象 那题外的话 虽然我不知道B站那个鬼平台 到底是有人真想讨论呢 还是某个厂商在搞黑流量 就连画风这点都可以吵 随便举例子 《降世神通》 它明显是以中国武术为原型动画 但要不要猜猜看它内涵的社会议题 跟输出的价值观是哪国的 三国制系列 真三国无双 满满中国的三国时代元素 但它却是日本做的 还被中国人玩爆啊 然后阿里的三国制战略版 还是用了人家日本厂商的三国制IP去改出来的 你为什么要用日本三国世界观来做中国三国游戏 这不是很奇怪吗 然后网易的营养师也是直接照搬日本的世界观 还有很多厂商啦 他们不是代理就是直接买外国IP来套 或者可以猜猜看 B站当初是以什么起家的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 连玩个游戏又要上升到什么崇洋媚外 什么小粉红思维啊 那你要无脑攻击 小心回旋标打到自己身上呢 为什么要用拉丁字母的拼音输入法 为什么畅销往前面有个韩国游戏 为什么一堆买量游戏要用西方题材 为什么一堆UP组都是玩欧美日的游戏 看欧美日的动漫 然后报纸、电脑、手机、汽车、空调、电线杆、高楼、建筑等 都是谁发明的啊 你为什么要用呢 做一个厂商 以个市场接受度更高的方式去做产品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至于画风题材终归都只是个表现形式嘛 如果真的那个不能用那个不能用 那不如干脆都别做了 对了 游戏用的Unity跟黑神话悟空用的区换引擎 也是外国人开发的哦 请开始表演你们的爱国心吧 战斗方面除了属性跟职业特性的设定以外 那根据访谈 未来或许还会有治疗我也不一定 而操作方面就是常规的普攻、小技能、大招、闪避 以及加切脚换人 比方用的招架闪避同时融合的机制 因为黄光到击中有不短的判定时间 所以如果你手术够快的话 还可以穿插个闪避攻击 他们也是有把格挡这个元素设计给拎出来 像是熊哥他就是可以举盾的 然后还有破刃后的QTE连锡技 放大了团队协同的存在感 不会变成是个打个的感觉 那全队大招共用能量的设定算是有好有坏吧 让战斗不会只是轮为滚键盘甩大招 然后你按的扫节奏也快 但相对的辅助或者飞足吸 他们就没有什么机会用到了 大部分的机制在游戏中的说明跟引导都很清楚了 那唯一没有说明清楚的就是个紊乱 就是敌方处于属性的debuff下 如果又触发另一种不同的属性debuff 会将上一个覆盖并结算成紊乱 所以可以透过快速叠加debuff来出伤 目前也有相关的配对 但因为现阶段的角色的数量比较少 所以配对跟操作要求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一样透过慢放比较 是可以看得出来厂商是有做顿震的 然后还有其他像击中跟受集反馈 像我方根据被打的力道 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就是一些蛮细节的东西啦 但有些人可能也不会注意 尤其整体操作下来 确实很符合厂商小妖的操作简化 同时又能增加敌我双方的互动 目前也没有塞太多华丽的特效 我是挺喜欢像他这个模式的 画面也比较干净 不会导致特效太多打到人都看不见 而现阶段技能动作的派生并不多 虽然我是没有太反感这样的简化设计 也不排除未来会出现操作上线更高 更复杂的玩法或者角色 但如果你本来就是破坏商玩家 或者玩过其他华丽的砍杀游戏 又或者是奔着西服 或者快打旋风那种想要肉薄感强烈的游戏 那大概率是会挺失望的 但老实说 又要复杂又要创新 又要同时简化操作 又要大众都能接受 又要画面好 然后还要照顾手机端 我是真的觉得挺难的 看谁有本事 快点就开发一款给我们玩吧 也有人说这样的操作很简单啊 B站上出现所谓的3A大神 我只能说 小心回旋标啰 而且就这样简化了 还是有人说他玩不来 甚至还有人觉得不够难 不过厂商要上难度 从来不缺办法啦 把警示关掉 提高判定门槛 搞快慢刀 堆海量垃圾怪 拉伤害等 各种换皮游戏常见的套路 然后这时候 就会跳出另外一群人娃娃叫了 或者你看看隔壁 爱尔登法环的DLC 一发布以后 有人觉得难 也有人觉得简单 啊两边人争论不休 只能说羊羹虽美 重口难调 另外就是走格子玩法 是以游戏HDD的设定去延伸出来的 其中模拟了很多老游戏 像是炸弹超人 小蜜蜂 宝可梦等 玩起来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不过在顺畅度跟转场上 需要优化一下 本身走格子也没有不好玩 像版本活动就是作为独立小游戏 就会觉得挺有趣的 但放在主线里面就会显得拖沓 因为现在你我熟悉的游戏流程 大多都是围绕操作角色跟剧情的模式 例如操作角色去战斗 探索解人物 剧情除了对话以外 还给身体变成审问啊 推理之类的玩法 有时候就算有完全不同的游戏模式 通常不是非主线内容 就是占比也并不会太高 除了要拿奖励外 有时候也是可玩可不玩 但厂商就把这种像小游戏的模式的占比增高 然后变成一个必做的流程 所以流程就变成了 操作人物 走格子加剧情 若有游戏玩法来比例的话就是 厂商同时把动作游戏跟回合制摆在一块 如果你都能接受到好说 如果本来就不喜欢启动一种玩法的群体 就会产生强烈反感 或者对于想奔着战斗战斗 或者抽卡抽卡的玩家 有时候看剧情就够烦了 还必须在那边走格子 直接爆喷就不玩了 尝试不同的玩法结合并非坏事 但要如何融合的好 就能考验厂商的功力了 另外还有个漏割性质的零号空洞 不确定是不是初期产能不足 现阶段表现是真的比较单调 缺乏更多直观反馈更直接的玩法 希望未来可以搞出更多异想的天开 或者当时不敢实装到常规战斗的玩法 例如多人招架合体攻击 来个第三方或者场地技能 或者可以像玛丽欧一样 走捷径来个不战而胜 真搞出bug其实也无所谓 反正带不出来也可以当实验田 真怕出事的话就放在现实玩法就好 把好的保留不好的删掉 两个方面 一就是技能装备突破 老三样没啥变化 虽然我看很多人不喜欢这套 但如果你看过我之前介绍过的我独自升级 或者类比很多游戏的养成 这个模式真的不是最差的 而且这游戏就算养成百案 很快也可以把主线打通了 每天清日常也挺快的 根据玩他们家其他款游戏的经验 中后期的养成成本都并不算太高 例如蒙铁好了 我除了版本更新过主线以外 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上线几分钟后就把日常清掉下线了 但也是齐情满心旺炫拿满奖励 毕竟在那边凹养成凹半天 除了快几秒通关以外 奖励也并不会变多CP值真的太低了 你如果不在乎奖励的话 甚至可以忽略 专心看剧情逛地图就好 除非你就是想晒练度然后跟人PVP 这么也可以看我的进度 因为一开始养成资源分散掉 加上我也不是什么欧皇附体 技术大佬或者超能力者 暂时是没办法越级全通 但我是有看到不少零克越级打通了 所以厂商应该是没有刻意又素质难度来搞人心态 如果你跟我一样打不通也没事 这毕竟是ARPG嘛 记住不行养成来凑 如果你又没时间又想拿奖励 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 我建议挑其他适合的游戏玩吧 那科技方面 人物大小保底90180 武器80160 10抽大约800元 依旧是个常规的抽卡游戏价格 那如果你抽到S卡 你的手把还会震动 然后会有人在那边唱歌 反馈感非常及时 有时候觉得挺靠北的 那另外就是帮布 不过他可以拿游戏内的资源来抽 所以就无所谓了 其他就是大小月卡跟你简单礼包 那这边也是经验坛啦 你如果想玩的轻松 一开始可以先囤资源 等后面所谓的人权角色出来 不然又不爱又没钱 运气又差的话 那个体验直接烂掉 结论 若听穿林打夜声 何妨营销且徐行 莫愁天下无知己 自有江湖人间情 抱歉这支影片拖了这么久 主要还是来回修了不少文案 写完后发现有些讲的太细了 就都删掉了 反正影片还要再藏上不少 目前根据第三方数据平台 游戏在7月的手机端 入服是约24亿元 其他全球则是约10亿元 在PS段成绩也并不差 在克金大国日韩也都是拿下前几名 看来这边以后也是中国厂商的兵家币真之地 整体算是起了一个不错的开头 就算后面能不能维持了 当然多投入一些把内容优化好吧 相比于崩铁其实就500人起跳 初始规模真的差太多了 然后又是一个比较新的团队 现阶段表现真的是挺稚嫩的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虽然大幅简化的操作 但在操作反馈体验上还是不错的 如果你随便前前玩法被劝退 可以考虑未来再来玩 不如等下一款你认为更符合需求的游戏 也确实啦 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场了 不管做的好或不好 理应会承受各种正负舆论 当然同样的 又会发生在其他未上市的游戏上 所以如果是未喷而喷的 小心之后的回旋标打回来 只不过他们家的名字 真的也是比别人好用 不然也不会被各种调侃或者称标题了 反正玩与不玩 骂与不骂 都有其粉丝市场 真的是赢麻啦 这边我们再休息一下 最后聊聊上去有提到 中国如今的舆论乱象 这个信仰在台湾也不遑多让 概念上也是差不多的 而且不少台湾人都开始 会用中国那套来打自己人 当然这些都仅代表我看到的 不代表全部 也跟社会结构 政治 国家等组成有关 不过今天暂时不讨论这么深了 如今中国不管B站 抖音 还是其他自媒体 黑流量 或者商战内斗文化 都非常严重 如果你不只需过滤的话 就可能找到有用 或者正确的资讯 或者像B探这个大平台 从来没有想阻止事态发酵 任其滋长然后躲在背后发展真材 即便用户都点了 不想看哪些类型的影片 他还是会给你推上来 意图靠有争议的舆论 来制造更多的流量 而同样的事情在YouTube上 就比较不会发生 因为我其实很常查各种资料 会打乱演算法 但只要点几次不感兴趣以后 就会回到正常的状况 所以也难怪 B站游戏经常动不动就官服 得不到有用的正面反馈跟宣传 只能说是报应 空有流量却无法被有效转化 甚至还有各种灌水跟黑铲 接连也导致很多新游戏上线后无人问津 那现在的厂商 都在争夺玩家手上有限的时间 哪怕产品类型完全不同 也希望可以从其他厂商的碗里捞一点油水 但不见得都会正面友善竞争 并且现实层面 进入的门槛其实是越来越高 也不见得谁都有那个好运气可以意外爆红 所以通过攻击拉对方下水 也是一个习以为常的操作了 也才造就如今的盛况 我是小厂商可开心啦 既然没能力跟对方搞竞争 最好就是让市场退步重回黑暗时代 他退步等于我进步 多完美的相对论啊 前阵子B站有个影片 就是在讨论黑铲产业 但因为这个影片最大的受益者 就是B站自己的游戏 所以不排除是B站他的自导自演 但里面的讨论手法倒是可以说 像是跑去别人游戏下面 以个人视角开骂 说哪里不行啊 克金逼迫玩家之类的 然后骂的时候在偷渡自己要推的游戏 重点这个留言 必须要有效带动玩家情绪 制造有效的对立舆论 台湾其实也有类似的状况 像之前PTT上的沙发里团购事件 用一堆假账号假装买家抢购刷刷留言 台湾人又是出名的爱跟风排队 看到这种热闹很容易又会陷进去 最后买了后才发现受骗上当 这事情也有被YouTuber做成影片 各位可以自己再找来看看 既然本次是以讨论米哈喽的游戏 我就以他为分析案例 米哈喽他们有个讨论平台叫做米游社 在海外叫做Holo Lab 前阵子人在置户的讨论上就有人揪出 在米游社原神的官方发文里面 出现了异常评论数量 这边总结文章的观点 有少量用户用假账号不断重复刷留言 然后很多IP来源就是广州 那边本来就是搞买量游戏的产地 对这些手段本来就是驾心就熟 然后我们再去查一下 米游社这个APP在中国的下载数据 那这边讲一下 因为苹果手机的成本跟操作门槛比较高 所以厂商大多会以便宜的安卓机为主 然后一看就会发现 游戏只要在版本更新或者某些舆论节点 APP的下载数量就会爆炸 甚至在今年突破天际 但实际上原神的玩家并没有变多 营收也没有大幅提升 后来官方人员也发出了公告 证实了确实有水军这事 当然没关系 你可以不信 反正未来回轩标打到你头上 别人也可以选择不信 接着就结合中国官方的新闻台 曾经有揭露并且打击相关的黑产 影片终究提到一个人就可以操作30台 然后每天24小时轮班 可以帮你提高直播人气刷留言 假装互动 侧面也说明了什么叫真实建议 而什么是网屋水军 或者一些奇怪的UP组想要带片的议题 虽然工程师可以从后台捞数据分析 辨别什么是有效评论 什么是人来了 但一般人没有抗体就很容易上当 而且也不全然跟受教育程度有关联 要知道很多被诈骗的 不乏是高知识分子 甚至高知识分子还会下场一起演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自己没有被带片 但如果你亮出追踪的频道组 我或许会给你一个会心一笑了 最魔幻的就是某些UP组 跟热点的时候都是第一名 增高辟谣解释的时候 诶 装死看不见 毕竟自己就是靠带风向为主 如果拆穿的话就等于砸自己招牌了 甚至还有不少频道 他会用片面的资料来左右你 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去日本数据网站写一张图 然后起个标题 怪物弹珠卡池暴死开始推流行 然后随便输出一轮试真试假的观点后 就可以调来一堆人点头说 对对对对 怪物弹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现实是什么 怪物弹珠这个10年的老怪物 依旧暴杀后来的一票游戏 仍旧是日本每年手机营收上最高的游戏 那他死了吗 如死 但有人信了吗 信惨啦 毕竟动手去主动查多累啊 不如跟着风向喊准没错 这类观点的留言 在我频道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起手势就是 我听叉叉说 抹叉叉说 我感觉叉叉叉等 当有时候反问来源 问出处 完全经不起拷打 别以为我是在虚构一个平行世界观啊 真的有人来我频道上留言认为 一定粉丝频道说话 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所以在有些人的眼里 可信度与否 是跟他的订阅数观看量挂钩的 而无关他到底讲了什么 就看似很荒谬的逻辑 但却真实存在 或者如果你想用逻辑跟对方谈道理 对方直接翻开覆盖的 情绪价值 是的XXX 但是我觉得XXX 就算XXX 但又怎样XXX 你XXX 我XXX 请自行填詞举意反三 或者打开新闻 台湾的政治节目跟新闻媒体 每天都在以身示范 所以听到我讲到这 很多人知道 这些都不是新鲜事 本该对任何资讯具有防范意识 是个再简单不过的尝试 但仍有人对各种资讯不加过滤 甚至对此不自觉还深信不疑 试问当一个人每天看这类内容 他的感觉真的还是他的感觉吗 他的认知真的还是他的认知吗 要左右一个人的价值观 真的不是太难啊 又或者常见的手段就是在短时间内 转载大量类似的文章 像你直录的第一印象 例如这篇 可能是某个厂商的黑稿吧 但没关系 我后面再讨论标题跟内容 我去看了这个文章的出处 都是来自新浪科技 但却不是在他们高达2000万粉丝 阅读量百万级别 实际点赞跟讨论度却很凄凉的微博上发文 而是发在他们其他平台 这点就很神奇啦 我一开始在他们其他平台找到的文章 标注的来源却是财经网 但财经网又把来源甩回新浪科技 不过发文时期却是一模一样的 但两篇文章的编辑却不同 对外口径并没有统一 真的非常不专业 然后网易平台本来也有转发同个文章 时间还更早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把它删除了 其他还有各家媒体都有转发啦 不管是搞投资的、科技的 还有家电网站也参一脚 不过很多都删除了 我也没有备份到 虽然我不知道财经网站 为什么要这么关心一间没有上市的公司 他也不需要向股东负责 或者招募资金就很奇怪啊 反正最终我找到的来源出处 是在新浪科技的微信上 根据我当时的记录 发文的时间是在 2024年7月22号8点17分 但目前他也把它删掉了 只留下当时的截图 不过他们在其他平台并没有删干净 好这边我们来解构一下文章 首先起个手动的标题 招大量解除 我不知道现在有哪个数据平台 除了推算下载、营收外 连用户解除安装都能得知 如果真的办到的话 那也太可怕了吧 不过没关系 起步的情绪跟标题已经到位了 只要你今天刚好是持反对立场 就是不喜欢这款游戏 或者不喜欢这个厂商 就会觉得天啊 这根本是我的心声啊 然后内容刻意用了 某个访问者 然后资深玩家的身份 加深并提高读者的认同感 但实际上这些人存不存在 Who cares 然后提到外国评测网站 GameSpot 跟游戏打了7分 刚刚合格 那我们就去看GameSpot 他的评分标准 他们的7分评价叫做Good 或许我英文不是太好 但我知道Good 不会被翻译成刚刚合格 还是说这是中国式特色英文呢 而且原文称赞的地方很多 对走格子的抱怨也是觉得难度太低 结果就被你掐头去为断章取义 然后提到了TAP评分 评分一直以来都只能当作参考 要不然去看一下DNF的评分有多少 但影响他赚钱了吗 尤其TAP的平台也没在管 可以灌水或者洗评价 顶多只能参考那些游玩时数较高的评价 要不然我反问一下 法米通给绝屈林平得34分 满分是40分 那请问这次你该如何翻译呢 然后还赛有其事的总结其他用户的评论 但这些评论本来就是可以筛选的 你可以写对自己文章有利的内容 然后后面就不知道为什么 要把关于原神的热点事件拉进来 然后来了个经典语句 超卡加角色养成 在绝屈林这样的动作游戏中 显得尴尬且冲突 画重点后面有灰烤哦 然后又假装捧了一下原神跟崩坏的星球铁道 说玩家的时间不够啊 无法同步新游戏 看起来很有逻辑 但就是一句干话 因为可以照样造句 换成我玩了A加B就不能玩C了 然后再来也有游戏总榜 免费榜来说游戏如何如何 其实这说穿了也只是一个下载量的排名 也可以透过很多手段来达成 例如像台湾很多换皮游戏 都会说自己是第一名 他们通常都是在开服前 要你预约后截图参与抽奖 这样短时间内就可以冲上免费榜的第一名 但实际上下载多不等于营收多 真正有在研究数据的 一定都是看畅销榜 何况现在很多游戏都是走多平台了 已经不能只参考单一数据来源 再来其次就是他们文章要带到的重点了 明朝 地下城游泳士起源 极柄飞车集结 这些都是与腾讯相关联的产品 然后我也不知道黑这款游戏 但明朝 它也不是抽卡加角色养成的动作游戏吗 这时候就不尴尬 不突兀了 然后DNFM的本质是M&O 谁会拿这种游戏来对比 而且按照同样的逻辑 我后面放谁都可以被打烂 然后又提到入侵依赖 但一般指的都是做同类型的产品 不过没关系 顺你意 先不说他们家了 网易腾讯 跟很多买量厂商 他们才是行家 其他欧美日韩厂商 也是IP炒作大户 年资 作品 资本额也非常的庞大 但其中所谓的创新又占多少呢 看这个编辑的逻辑 DNFM 都是多少年前的产品了 课金模式也是老到不行啊 那是不是早就要被淘汰了呢 然后里面有提到一个游戏产业分析师 我去找了一下原文 其实是出自7月5号的文章 当时他是在分析厂商 并且是以正面评价后给的结论 结果这个文章呢 就是简简贴贴 用大量错误且有意误导资讯 写成了一篇 看起来有数据 有人背书 可信度高的观点 然后最妙的是啊 因为局势区林不是有个新角色是警察身份吗 然后要有跟官方合作 还是个打击犯罪的形象 结果那些黑狗就都不敢动了 所以你各位开发商懂了吗 以后都要做这种警察加正义形象 保准顺风顺水啊 所以只能说啊 人们只会去相信他们想相信的 而无视是否合乎逻辑 合乎事实 换一下现在这几年啊 AI模型是越来越便利了 可以用大数据来训练水军 回押出更像人类的发言 让一般人一时间真假难辨 并且再透过关键制检索去自动留言 运作起来比以前更有效率了 或者再透过像ChartGPT文字生成 就可以产出大量的文案跟影片了 而且这些内容 他也不需要像二创攻略 需要细心去制作 只要集中升起一个舆论话题 外加很多人都会喜欢透过 几分钟懒人包啊 几分钟XXX 来观测全貌快速掌握资讯 其中有些手段高一点 会用真假参半的资讯来混淆 那他们只要成功煽动到几个人 让他们去传播出资讯 一传实实实传百 虚假的声量跟认知就出现了 难怪古人常言啊 三人乘虎现在则是3A乘虎 当然AI也不是没有翻车的时候 最近的笑话就是 百度手机版有个弹幕功能 却因为关键字检索没有设定好 然后在根本不相关的话题下面 导入了对某些游戏的评论 甚至还被人抓到漏洞 透过直播间的标题跟内容文字 把AI调进来 让他们自动刷礼物跟留言 所以其实现在中国自媒体啊 透过舆论来煽动吸引用户 真的是个非常常见的圈粉手段 标题往往起得一个比一个吸睛耸动 就算内容极其空泛 也还是有追随者 因为现实就是 很多人就喜欢这种情绪价值的影片 也很喜欢看到不喜欢的事物被骂被揍 甚至有些还唯恐天下不乱 看到有人替我发声冲锋 还不用力支持点赞一波 奉他为赛博英雄 OK我尊重理解 但别到最后市场都是仇恨输出 比谁更黑更烂的时候 才在那边哭腰 为什么没有正经的二创 分析讨论 全都是AI流水帐影片 为什么自己喜欢的事物 沦为阶下穷人人喊打 为什么社区到处都是AI 真的没有为什么 都是应得的福报 况且就算自媒体或者友商 成功策反了一些群体 也不代表他们会有多忠诚 今天能跟他人不讲道理 明天就能反过来对自己不讲道理 靠煽动情绪的情分 是渴望的有多牢靠 甚至不少人是跟着舆论吃瓜看热闹的 说白了 很多人不过是在找一个工程大炮 但究竟他是谁并不重要 甚至随时都可以抛弃 所以说天下朗朗 皆未立网 天下兮兮 兼未立来 还有一些很魔幻的事情 动不动说自己多爱国 然后疯狂玩欧美日的足迹 然后玩欧美日的游戏 然后再践踏自己国家做游戏很烂 结果现在遇到黑神话 全部都跪下了 不准跪 给我站起来啊 我还是喜欢你们桀骜不驯的样子 最好把放大镜严剩的套用上 不要这时候又选择明哲保身 或者开启圣母模式 或者之后才在那边事后诸葛 说是长生怎么样 玩家怎么样 那灌毒鸡汤的是你们 要人去喝的也是你们 都你们说的算 至于后来什么信任危机都出现了 过去很多游戏都是把玩家有力的秒修 对场商无力的就放的烂 爱修不修 我当时也没见几个厂商被烧烂了 那我们就看这几年好了 小厂就不用多说了 各种捞钱跑路都已经是常态了 那就看腾讯跟网易这两个大厂 多少黑历史啊 搞了多少游戏停服跟公关事故 过去闹了满城风雨 网易上记录都还在呢 怎么不借人大量出征抵制呢 啊没空啦 正在网里面处值啊 而且有很多网红艺人 总是推荐那些 不收钱根本就不会碰的游戏 难道这个有信任可言吗 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然后再做一套说一套 那有人留言问啊 中国之后的新规上限 这些事情会不会改进 我只能说很难啦 法律定了难道就有人不犯罪了吗 况且背后牵扯了多少产业链啊 或者干脆从海外进行 这样你抓得到吗 总之啊就替你添游命 让我们一同见证这个世界会如何发展下去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